郭靖被黄荣破了童子身 为何还让张三丰自叹不如 周国通道出关键 在连载版的《倚天屠龙记》里 有这么一段原文 书中写道 据说贵派祖师郭女侠的父亲郭靖大侠 辞职便十分鲁钝 可是他武功修为正硕古今 太师傅说 他自己尚未能达到郭大侠当年的功力 一个尚未能达到写得很直观 证明张三丰的武功修为尚且不如郭靖 然而细看过《倚天屠龙记》的读者会知道 因此张三丰一旦施展绝技 可谓是崔库拉朽所向披靡 这就能解释 全民二老如此不可一世 可为何连张三丰的一招都接不住 也能解释张无忌屡屡邂逅其遇 将多门神功拒于一身 可他回过头来赫然发现 自己的太师傅竟是如此的深不可测 不过又该如何解读张三丰说 自己尚未能达到郭靖当年的功力 这一句话 至少张三丰的纯阳无极功得天独厚 他那原杨卫亵的童子之身 更是世间少有 反观郭靖 他早早地和黄荣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检守多年的童子之身 早就荡然无存 在神雕侠侣的开篇 锦庸是这么写的 当年郭靖黄荣参与华山论剑之后 由黄药师主持成婚 在桃花岛归隐 黄荣思念父亲和师父洪七公 和郭靖出去寻访 两人在江湖上行走数月 不得不重回桃花岛 原来黄荣有了身孕 待杨博在嘉兴偶遇郭靖之时 郭靖早和黄荣诞下一女 换作郭福 随着杨博拜了古墓的小龙女为师 又练成全铁剑法之时 黄荣又替郭靖生下郭香和郭破鲁 然而 郭靖的武功修为 不但没有因为丢失童子之身而大减 却越来越勇猛精进 那时武士兄弟潜入蒙古大营 刺杀忽必烈被俘 为了救出武修文和武敦如 郭靖带着心怀鬼胎的杨博 闯进了蒙古大营 此时的杨博为杨康之死耿耿于怀 他不但没有协助郭靖一同欲敌 反而与金伦法王勾结 试图让郭靖死于非命 让金伦法王和杨博都始料未及的是 郭靖父辈受敌之下 竟将降龙十八掌和天罡北斗阵 融合在了一块 斗道分济 郭靖仅凭一人之力 不断穿梭游走在各个阵位之中 竟到了以一化七的可怕境界 金伦法王和蒙古三杰 联手也无法拿下郭靖 数百招一过 蒙古三杰之一的尹克希 甚至被郭靖一掌打得吐血倒地 让杨过等人惊恶不已 其实周国通曾说过一句话 能叫好的解释 郭靖没了童子身 为何依旧能一夫当官 万夫莫开 周国通是这么说的 当年我若不是失了童子之身 不能练师兄的几门厉害功夫 黄老邪又怎能囚禁我在这鬼岛之上 诗歌当年说我学武的天资聪明 又乐死而不疲 但一来过于着迷 二来少了一副救世纪人的胸怀 就算毕生勤修苦练 终究达不到绝顶之境 当时我听了不信 心想学武自管学武 那是拳脚兵刃上的功夫 跟气度实践又有什么干系 这十多年来 却不由得我不信了 兄弟 你心地忠厚 胸襟博大 只可惜我师哥已经失事 否则他见到你一定喜欢 他那一身盖世武功 必可尽数传给你了 周国通当年因为和英姑日久生情 在大理王宫有了雨水之欢 继而丢失了童子之身 没了童子之身的加持 周国通说 他连王重阳的几门厉害功夫 都无法继续修炼 可见童子之身 对一个习武之人来说 的确非常重要 不过周国通还补充了一句话 那就是若拥有一副救世纪人的胸怀 还能将武功练到绝顶之境 回过头来再看郭靖 他虽然和黄荣结为了夫妻 但郭靖世事 以家国大义为重 是一位为国为民的侠之大者 在郭靖的感染之下 就连敏感多疑的杨过 也不禁迷途之反 最终放下了个人的恩怨与偏见 蜕变成了一位 扬善除恶的神雕大侠 毫无疑问 郭靖将救世纪人的境界 发挥到了极致 他的武功修为 自然也随着水涨船高 如此一来 就能解释郭靖为何丢了童子身 但他的武功仍是登峰造极 还让张三峰发出了由衷的赞叹